用手掌快速拍击一个装有水的瓶子 手掌拍下去的瞬间 瓶子底部立马破裂 就像大力士表演一般 不过这并不是手掌力量大的原因 如果换一把橡胶锤操作 虽然敲击力度有所减小 但瓶碎的现象依然会出现 这是怎么回事 用手掌拍击瓶口后 瓶子为什么会从底部破碎呢 空手碎瓶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针对这个问题 网友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首先就是认为 瓶碎是由空气的压缩力导致的 当手掌迅速拍向瓶口后 空气的压缩力推动不可压缩的水 使瓶底破裂 但根据标准啤酒瓶爆裂压力 每平方英寸50到70帕来看 要想用空气将瓶子压裂 那就相当于要将大约三升的空气 瞬间压缩到瓶子中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空气的压缩力 并不是空手碎瓶的原因所在 我们从水在瓶子中的运动可以看出 当用力拍击瓶口时 瓶子会顺势向下运动 但瓶中的水由于惯性 向下移动的速度会小于瓶体 因此在瓶子的底部 就会形成一个短暂的真空或者低压区 那是否是瓶底内外的压力差 让瓶子破裂了呢 用一个色素水就可以证明 取一瓶水里面滴入几滴红色素 然后带其混合后 用橡胶锤敲击瓶口 接着在慢速镜头下观察其破裂过程 会看到瓶底是从里向外破碎 且破碎的地方集中于一个点上 所以压力差也不是让瓶子破裂的原因 那空手碎瓶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将碎瓶的过程放慢1000倍左右 并以每秒18000帧的速度进行拍摄后 会惊奇的发现 在瓶体向下运动的时候 瓶底的低压区竟出现了大量气泡 这些气泡瞬间生成 然后经历了一个胀大收缩破裂的过程 接着破裂的瞬间 瓶底也随之破裂 由此可见 空手碎瓶的关键主要在气泡上 用专业名称来讲的话 就是发生了空化现象 当物体在水中快速移动时 它的尾部会形成低压区 如果水的压力下降至低于水的蒸汽压 水便会沸腾 形成空化气泡 然后这些气泡在周围高压的挤压下 又会迅速坍塌 破裂时形成非常强烈的冲击波 就是这些冲击波的能量 使瓶底发生了破裂 不过奇怪的是 只有瓶子里装水的时候 才会发生这种破裂现象 如果用装有碳酸饮料的瓶子来做实验 那么即使怎么敲 瓶子都不会破裂 这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碳酸饮料内 有二氧化碳的存在 这些二氧化碳 在液体运动过程中 被吸入瓶底的真空区域 然后形成密度较小的 二氧化碳气泡 气泡一部分通过液体上升溢出 一部分在空炮破裂时 形成缓冲气垫 冲击波的能量被吸收 瓶子自然也就不会破裂了